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肩痛50肩的自然療法 其實肩頸痛現在真的很普遍 還有年輕化的趨勢 連小學生都會有肩頸痛 那我想都是他們可能的書包太重 又或者如果是成年人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經常用電腦 又玩電話 做低頭軸 那其實有些什麼原因導致年輕人會有肩頸痛 OK 相信大家都有認識一些人 首先自己沒有這個經驗也好 都會認識一些人都有肩頸肩痛 通常我們都知道在寫字樓工作的人 特別多這些問題 很明顯的 很明顯 整個按張工作 整個按張工作 長時間撥在一個位置 手就舉起來 沒什麼機會動動 這些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好了 導致年紀輕人的肩頸痛 有四個原因 第一就是一個緊張 我們叫做工作緊張 尤其是電腦打字圓 很多的 原因就是工作方面 其實要集中精力 經常看著電腦 看著資料 很多時候 審問仔 考試 升中考試 中學生 都是因為緊張的情緒 第二當然是運動不足 OK 我們知道 什麼病很多 都是因為我們那個 可以用運動來預防的 但是今時今日 我們交通工具這麼發達 OK 所以走路機會也都相當少 是的 經常坐在那個桌前 這些這樣的生活 很容易產生運動不足 這個也是肩頸痛的 是一個很快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第三就是姿勢 不良的姿勢 近年來 年輕的人比較高大 但是因此 彎腰、駝背、O字形走路的人 也都越來越多 這個可能就是 整個人的體格關係 很多時候 你看到那些審問仔 就算坐也好 他都不會說 個人好好的坐 四平八靜 坐在椅子上 通常屁股 坐一半 或者背部 就靠在椅背上 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平時的姿勢不好 會導致我們頸 肩膀、背部 腰的肌肉 和骨頭之間 一定會失去平衡 也有些勉強 長期以來 就會出現頸痛 肩膀、背部酸痛 這個差不多是必然之的事情 因為肌肉是悶悶的 因為姿勢不好 肌肉經常悶悶悶悶悶悶的感覺 第四個原因 人們體重 一是肥的頭 一是瘦的頭 一是瘦的頭 這兩個 都會導致這個問題 但無論是太肥 或者太瘦 肩膀都要承受壓力 肩膀大約 負荷身體的體重百分之一 如果體重60公斤 60公斤 即是有7.5公斤的手臂 當然手臂要動動 而且很多時候 手臂還要拿些很重的東西 過肥的人 手臂本身已經重量增加了 來到肌肉的活動是遲緩的 而歌手的人 很明顯 他也減少肌肉的力量 即是沒有足夠肌肉 來負荷身體的肩膀負擔 導致姿勢不良 和肌膀痛 其實我們人的頸 可以這麼說 是人體裡面的一個弱點之一 很容易導致酸 冤痛 第一 我們的頸是要承受一個很重的 大西瓜的頭 一般人的頭的重量大概有3公斤 我們只不過用4個頸椎頂住 以及頸椎周圍的比較小的肌肉 來支撐 即是說我們那個頸 就好像櫻桃的一個病 上面的果實在上面 所以是有支撐很大的 還有我們頭上有什麼 有眼、鼻、耳朵、嘴巴 以及主要的感覺器官 對音樂、味道、光線、外流的刺激 都容易看紋 令頭要不斷地動動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頸部的活動能力是很高 負擔很大 也都在我身體中 我們頸的骨頭可以說最早退化 即是可以說最早遭遇退化命運 也都很多時候 我們日常也遇到一些 例如意外交通意外 例如撞車 後面的車撞過來 你的頭就搖一搖 這種感覺通常是鞭打症 叫做 Whiplash Injury 這個肌肉、骨頭和神經線 好像被人搖一搖 發一發的樣子 即是被車撞一搖 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有很多時候 這些交通意外 令到我們頸部的方面 更加容易受傷 我們頸部的周圍 其實都有很多弱點 因為我們頸部有很多神經線 有很多血管 還有很多這些很容易被肌肉 周圍的肌肉壓到 我們知道頸骨和頸椎骨 和骨頭之間 有一些很重要的神經 出來的那些叫脊椎間的孔 即是那些神經走出來的孔 我們有一個肌肉 我們有一個肌肉 叫前斜角肌 前斜角肌 和中斜角肌 附近 這些肌肉很多時候 就容易產生血管 和神經的喘失 導致我們肌肉下面的神經血管線 受到壓力 這是另一個弱點 第三個弱點 是發生在我們第一個肌肉 和鎖骨之間 如果大家認識我們身體的結構 那頸骨和鎖骨之間 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 有很多肌肉在這裏 而這個空間之下 也有很多鎖骨的動物 也叫做腕神經蟲 很多時候是塞在下面的 這個也是導致 所謂的神經線 受到壓力的機會很大 那這些幾個 所謂的位置的弱點 就導致我們 很多碗管症後群 會出現的 也當然 我們神經系統的肌肉 都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我也知道 頸部有很多重要的器官 我們知道頸部有那些 甲狀線的荷爾蒙器官 還有我們那個 調節神經 治療神經系統的中樞 都其實在我們那個頸部 還有很多細微的 重要的那些血管都是頸的 所以很多時候 在醫學上 我們很多時候 就認為頸部的手術 是一個禁區來的 盡量都不要在頸部 做任何的手術 因為頸部有很多這些 神經線 很多重要的那些 微絲血管 如果一個不小心 就會搞出問題 當然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 很多其他的問題 例如腸胃的問題 肺的問題 心臟內臟的功能不良 其實都會引發我們的頸痛 肩穿背痛 可以這樣說 其實可以導致我們頸部 肩穿背痛 肩穿背痛 其實可以很多 袁醫生 那中國人和外國人的 體型都不同 外國人的肩膀 就比較橫些 那中國人的肩膀 就比較窄些 那會不會影響到他們 患肩頸痛的機會增加呢 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 原來真的是這樣 原來在外籍人時 他們肩頸痛的問題 比中國人少很多 那很明顯 他們結構方面 他們肌肉壯大很多 肩膀方面 粗橫 很多時候 他們負擔身體的重量 頭部的能力 是強很多的 那你剛才都問到一件事 現在的肩膀仔很多時候 都有出現這個問題 那你說 因為可能他們背書包 那其實呢 原來在外國 就有些研究發現 原來很多的登山的人士 其實很少有肩酸的問題 那為什麼呢 那就是說呢 就算你年紀大 那些登山人士 你跟他們訪問他們 他發現了 他們一輩子都沒有這個 即是很少這些問題 那原來呢 背著重的背包 是做運動 其實可以鍛鍊到 我們那個肩膀的肌肉 那所以你說 十分仔有很多這些問題 當然了 十分仔體形勢 那他們想相應的背包 那現在呢 可能呢 都是過重的 那但是最大的問題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呢 他們背的那個方法 就是如果當時背的姿勢不好 或者打橫來背 不是正正式式地 平均地背下去呢 那就可能出現問題 那但是我覺得呢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的文明那些 年輕的人出現問題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都是因為他們那個緊張 學校的工作 就是那個讀書緊張 小孩子要他坐定定 那些固定的坐姿呢 反而這個 和那個緊張的那個學業 這個反而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來的 那無疑呢 就是運動不足呢 當然是一個肩頸痛的 主要主要的原因 那有時候你問 那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呢 可以做一些預防 我們那個肩頸痛的問題呢 那其實呢 很簡單的 一些很簡單的肩膊的體操 那譬如呢 轉動手臂 大家都知道啦 不用我怎樣形容啦 手臂來多點動它 那或者呢 伏地挺身啦 大家都可以想到這個姿勢 怎麼做啦 趴在地上那裡 那接著手呢 就向前呢 就將那個上身呢 就挺身而起啦 那這個呢 在某個程度上呢 都是向你那些 就是那個肌肉的前臂那些肌肉 那還有呢 是養餓起了啦 就是躺在那裡之後呢 那就做多些sit up啦 有這些簡單一點的運動的人呢 其實要你定時能夠做這些運動的人呢 那這個問題呢 就當然會少很多的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啦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是寒背或者肩下垂的人 會不會容易些會有肩頸問題呢 是的 很明顯 當我們的姿勢是向前的時候 很多時候呢 我們頸和頸裡面的骨頭骨頭之間的孔度 我們神經的脊間孔會比較收窄一點 而且肩膀經常向前垂 令到第一個肩膀和鎖骨之間 神經比較容易受到壓迫 所以這些我們稱為背包的麻痺症 即是人們好像像寒背般揹著 就會出現這類的問題 也有些人發現 很容易腰背痛的人 肌肉當然是處於所謂緊張的狀態 但是也可能會不會跟那個人的性格 會不會有些關係呢 也有些人這樣說 多一些比較神經質類的人 似乎好像比較多一些 主要你看到精神壓迫 即是自己感覺 考試、工作、人際關係 經常強烈受到緊張刺激的人 都會引發酸或者痛 冷 即是很多時候受到寒冷 肩的冰冷 而導致肌肉會緊張收縮 當然是有些人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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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些人的肌肉 或者是有些人的肌肉 或是有些人的肌肉 或是有些人的肌肉 或是過胖或是過瘦的 這些因素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全身的代謝障礙 例如營養不好 維他命不足 或是有癮性的痛風 或是糖尿病 這些問題 但還有一個原因 當然就是感染 有些時候感冒 都會吸引到肌肉酸痛 當然這是一種感冒 所謂過濾性的感染 導致這些問題 還有一個情況 有些人比較容易有腰酸背痛 就是所謂扁平足 大家都知道 在很多國家 因為你有扁平足 你是沒辦法當兵 當軍 因為你是走路 不能走得長 還有你又背不到重 所以扁平足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如果一個小朋友 他有肌酸背痛 我們就跟他檢查 作為一個脊骨神經科醫生 我們都經常要處理這類問題 我們就會跟他看看腳 看看腳有沒有扁平足 我們發現 原來他有扁平足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所以扁平足 某個程度上 都是一種體格的天生 你亦都沒有辦法 可以更改得很久 但我們亦都可以做一些所謂的運動 我們扁平足的運動 令到我們身體裡的腳的肌肉 可以做得更強化 等腳走路的時候 足弓就可以拱起來 好一點 不要平扁 通常我們就叫他做一個什麼呢 可以叫做Tip Toe 即是腳趾踩在地下 就把腳趾的人身體擠起來 即是提升起來 當然有時候你可以在一個梯級那裡 或者是一塊木板 或者一些厚的書 那你就用腳趾站上去 那麼腳趾就可以向後低一點 碰到地 接著就整個人這樣提升自己 那麼在這個提升過程裡面 提升了上來之後 可以將腳足够 腳趾來到左右 向外向出 來扭動 那麼這個目的呢 是令到你那個腳部的肌肉 即是讓它鍛鍊得比較強壯些 那麼還有一個呢 這個遊戲呢 也可以幫助我們扁平足 那麼我通常呢 叫那些人呢 就用腳趾去撿一些波子 哦 即是一盤波子 那你用腳趾去撿起來 那麼將它一盤的波子 一粒一粒地撿起來 放在第二個盤裡面 動了之後呢 就重複這樣做 那麼這個目的當然 是加強你的足部那些肌肉 那麼可以減輕這個 就是扁平足做出來 那種那類的問題的 那麼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肌肉緊張 令到那個肩頸好酸圓 那麼其實 需不需要去照X光 看看有沒有問題的呢 那麼當然呢 最大的引起肩酸背角痛的問題 都是呢 都是我們那個肩周圍 肩膊周圍的肌肉 那麼一般人呢 就一酸痛的時候呢 都會不期而去摸一下那個肩膀 摸一下 嘩很硬的 口口硬硬的 那麼有些人呢 都會經常去做一些按摩 那麼這樣 很明顯可以舒緩得到的 那麼 那麼 但是有時候 那些人呢 會痛到 整天按摩 其實好像都無際於事 那麼他會考慮 我們應該去照一下X光呢 那麼 那麼在我們脊骨神經科醫學裡面 我們都經常呢 都會叫一些病人 安排病人呢 就是照一下X光片 那麼看看那個到底呢 是頸椎本身呢 有沒有一些問題 那麼我們發現呢 就有些時候呢 引起我們那個脊椎的問題呢 就有些時候呢 那條頸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彎曲那裡呢 是逆向了的 哦 就是你知道彎 你的C型的彎 那應該就是 就是向後 是 但是也有些時候呢 你發現X光一看呢 我們旁邊這樣形呢 你會看到那個頸椎呢 是逆向了彎曲的 那麼這個呢 當然呢 是一個 就是肌肉那個已經是 就是已經 就是變化了 可能異常地緊張啦 嗯 那令到我們那個 那個頸那個弧度呢 是變了型啦 那麼也都有些時候呢 我照X光看到呢 那個 那個 頸椎那個 譬如第七個頸椎呢 和肩的骨頭呢 有時候會 差不多是 重疊下去的 那就是這個呢 就是骨頭和骨頭之間呢 很可能已經退化了 那導致這個問題 那麼 那頸椎第七 和肩的那個傷方面呢 也都可能會造成一個 就是壓迫的那個問題 那麼當然呢 也都有頸椎那個 有偏差啦 就是向側彎啦 那還有呢 有時候呢 我們看到呢 是那個頸的骨頭裡面呢 好像有一個臘骨 一塊的骨 是特別大了 凸了出來的 那麼如果出現這個 當然是一種天生的問題啦 就是它就不是一個臘骨 就是不是一個胸椎裡面的臘骨 但是頸椎裡面 也有這些好像臘骨一樣凸了出來 那麼當然呢 這個會造成一個 就是容易壓倒其他的 血管神經的障礙物啦 那樣的 那麼有時候 我們也都會看 X光會看一下 後腦部和第一 那個頸椎的相連 在脊骨神經科那裡 曾經有一派的醫生 就很著重呢 是頸椎第一節和後腦那方面 就是可以這樣說呢 它將定為很多很多問題 根源呢 都是頸椎第一節和後腦那部分 那個脊椎那個出現的問題 那麼他們就 X光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做一些 向前傾向後傾 來看看 他那個傾前傾後的時候呢 骨頭和後腦之間的 雙隔的位置出現多少 那麼也可以看到的 那麼進而呢 就是做一個 特異的脊椎的調整的手法 好了 那麼 很多時候呢 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有時候 有些人呢 就可能發炎 那麼就有些 柱農症出現 或者扁桃腺炎 淋巴腺腫脹 都會引起 那些人呢 好像睡禮頸這種這樣的症狀 那麼我們都要留意 會不會是因為其他這些 這些發炎啊 那些農症啊 扁桃腺啊 柱農症啊 或者那個喉嚨 扁桃腺長大了 都有機會呢 是間中是出現這些這樣的問題的了 那麼還有一個情況呢 有時候呢 眼睛的疾病 和耳朵的疾病呢 都會引起那個頸 它會傾斜的 那麼當然呢 譬如我們近視啦 或者那個弱視亂視啦 那個視力的調節的障礙的原因 那麼也都因為 因為你中耳嚴的 令到那個聽力的障礙啦 是 有時候 柱牙啦 牙周病啦 還有呢 牙齒的疾病呢 令到淋巴腺腫脹啦 令到那條頸呢 是沒有辦法 自由轉動的情況 都會有的 那麼也有時候呢 就因為那個 頸和下巴下面呢 有很大的腫瘤啦 令到那個頸部呢 沒有辦法轉動的 那麼也都因為呢 周圍呢 周圍呢 周圍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器官啦 發生障礙啦 由於神經過敏啊 藍巴腺腫脹啊 也都導致血液的那個障礙啦 那麼同時有些反射性的問題呢 是會影響到呢 頸和肩的那個動的 那麼之後呢 在臨床上呢 我們有時候都要考慮很多方面的問題了 那麼最常見呢 有些人會跟你說 早晚起床的時候呢 發現那個肩酸呢 是很容易呢 就是特別會冤痛的 那麼這個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頸的那個骨頭老化 那麼就會出現呢 可能有些 沉沉的蜜啦 石灰啊 或者形成所謂骨齒 那麼這個呢 就是一個 就是經常的人呢 就在早上都起床呢 特別是覺得那個 就是那個頸頸椎那方面呢 是特別有眼化的 那麼有時候呢 這些呢 我們就要用一個X光照呢 就可以看到它呢 那個骨質本身的退化 那個可能性了 那麼也有時候呢 有個臨床上呢 我們見到一個症狀呢 比如一個人呢 你叫他舉起雙手的時候呢 他那個頸呢 是會特別痛的 那麼如果這種情況呢 我們會懷疑呢 可能那個頸那個 我們叫做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出現小 就是那個 我可以叫做 山脫 就是小腸氣 就是它呢 骨頭骨之間的軟骨呢 是凸了出來的 那麼會導致這個症狀 那人呢 如果舉起雙臂呢 就會覺得 頸部會特別痛的 那麼當然啦 這些情況呢 就不是多見的 就是不是那麼常見的 那麼通常如果出現都好呢 都是因為呢 有些特別的意外啦 譬如你的頭部呢 受到寵物呢 來到撞擊 壓它啊 那麼令到呢 就是那個骨盤 骨頭骨盤之間呢 是出現呢 這些這樣的 就是軟骨凸出來的 這個問題的 那麼所以呢 這些其實我們都要 要考慮很多很多的因素啦 那麼當然啦 有時候呢 我們會懷疑呢 更加嚴重的問題的可能性啦 譬如可能會不會有癌症呢 那麼哇 那為什麼呢 頸痛 為什麼都會有癌症的可能性呢 那麼我們怎麼去知道呢 那麼如果我們發現呢 我們痛的地方呢 是不固定的 就是有一種 好像被壓住那種 好像很頓的那種痛的 也有時候好像一些 針埋在裡面那種那種 很極痛的 或者有些這樣被拉住的 那麼 那麼呢 它痛的那個位置呢 就是不固定的 那麼我開始會想想呢 其實呢 很可能呢 有其他的因素啦 那麼也都包括呢 是其他方面主要的癌症啦 譬如乳癌啊 肺癌啊 胃癌啊 肺癌啊 肺癌啊 症癌啊 子宮癌啊 腎癌啊 那麼頸的附近的甲上線呢 的移位呢 它也都會導致這些這樣的問題 有個頸痛的問題出現的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肩痛50肩的自然療法 那袁醫生 如果肩頸痛的話 游泳有沒有幫助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 會不會游泳會很濕呢 但其實肩頸痛 當然你自己做項部的運動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如果能夠借助水的浮力 在水裏做的運動是會更加容易做得到的 而且你的動動範圍 頸椎的動動範圍是會比較容易做得到的 因為水的浮力幫助 其實游泳是一種全身性的運動 我亦都會利用水的阻力 增加你的用力 當然能夠在溫水那裏游就更加好 但有時候 香港的所謂溫水池其實都不是那麼多 游泳的好處 通常我知道 在游泳的時候 人會比較鬆弛些 尤其將你的面部放在水那裏 原來會即時有一種反射 令到人會鬆弛很多 當然了 處理方法很多 第一要小心 要看清楚是否有內臟疾病問題 如果是內臟疾病問題 當然要在這方面先跟進 大部分的腰痠背痛 都是因為上身運動不足 所以我們有時候 做多些上身運動 例如有時候見到電視 其實現在電視很多時候都有這些 早上的運動 你跟著這些電視的提操 是一個很好的預防方法 我亦都剛才說 爬山的人經常背著背囊的人 反而很少肩背痛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但當然了 只是跑步 其實都沒有辦法 鍛鍊肩肌肉 所以這個運動 一定要跟肩部肌肉 一定要有相關 簡單的運動 就是把肩部上下動 坐著也行 站著也行 把肩部肩部提升 然後放下來 把肩部肩部提升 這樣 板膚可以做過 這樣不要少過30次 還有一個正的運動 就是用指尖 圓周的運動 即是把手 向兩旁伸展 然後手指 來畫圓圈 這個令到你的前臂 和上肩膊的運動 做到一些適當的 很簡單的運動 還有一個簡單的 舒服的 就是用蒸好的熱毛巾 加熱 這個就是 濕熱 其實滲透力比較強 當然很多時候 人們初步受傷 就慣性用冰的作用 但其實 如果做了兩三天之後 就應該用熱的毛巾 熱的毛巾 就濕了 用濕濕的熱的水 當然水就不需要 毛巾不需要滴的 只要扭乾它 接著就敷在肩膊的位置 也可以用一些電熱器 來加溫 但簡單來說 就這樣用暖水袋 包下去 接著就再塗 用厚的毛巾蓋住 在我們的診所裏面 我通常建議病人做這個治療 可以加一個DMSO DMSO 和MSM 這些是Lotion 這兩個工具 我記得在我們的網台 以前也介紹過 記住有DMSO Dimethylsulfoxide 這是一種溶液滲透力很強的 消炎作用很大的 除了這個 就加上MSO 你可以交替茶 或者兩天都塗了之後 就用濕毛巾來做這個運動 也都可以 有些人就會用一些 將那些熱的餐具 例如刀、刀柄 將它加溫、加熱之後 包著一個毛巾 拿一個燒熱的 焊熱的餐刀 壓下去 其實是一種 用熱的救護方法 自己家裏做得到的 當然我自己可以做一個 按摩 手就跨著背部 就向前 抓那個 我們叫做真母肌 Trapesius 總之 向肌肉的 橫面 來拉鬆肌肉 還有一件事 當然是洗澡 用熱水 用熱水 花灑 來射 這個也會加強 血液循環 當然有些人就會用針灸的方法 一般來說 在外面很容易做得到 但還有一件事 有些人想不到 雖然我講的是肩酸痛 但原來我們可以做 轉動足果的運動 你想不想到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下肢的壓力 會影響肩膀的問題 總之做的運動 就是把足果的腳 來伸展 扭轉 即是腳腳板可以上下擺動 或者左右來扭轉 這個也會鬆弛到肩頸那方面 雖然你做的運動 是由腳去做的 這個也可以做到 還有一個我們叫做 是叫做 握拳的方法 即是手掌是握 握一個拳 怎樣做呢 將手探開之後 接著就把第二第三個手指握拳 接著把大拇指握上去 最後就把第三第四個手指握到大拇指上 這種姿勢 握拳的姿勢之後 接著你做一個伸展 伸開的手 在上下來動動 即是大家知道 打平 向兩旁 將手伸出來 那拳就握了 這是我採探的方法 那種 即是不是這樣握拳的 先握了兩個手指 第二第三個手指握了之後 接著用大拇指握上去 接著第三、第四、第五的手指握到大拇指上去 這種握拳方法 接著就將手臂向外伸直 將拳頭握住拳頭上下上下 做這樣的運動 這是將你的臂部和三頭肌的運動 幫你伸展得很好 這是一種特別的握拳的伸展運動 我們公司很多時候 我有一個叫做太空人的運動 通常我都會給病人 把病人解釋到 其實主要都是將頸椎伸展 向前垂、向側邊垂 來放鬆它 還有一個運動 就是一個合手 好像差不多祈禱的一種體操 很多人都知道 兩個手掌合在前面 來壓下去 其實也將前臂方面 肌肉會盡量放鬆它 這是一種合手的祈禱運動 但也有些人可以將手繳合後 向前伸展 相信大家都看到 一定明白 將手繳合後 折扣後 向前 手掌、掌心向前推 這個也會將肩膀的肌肉拉鬆 可以向上 左邊擺動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其實主要是將手臂方面 盡量向前向後 縮上去 或者向後 繞著手向後 將肩膀向後 向下 拉下去 這些全都是一種肩頸的運動 很多時候都可以做得到 這就是肩膀的運動 扭著肩膀 和有時候 額頭的前面 將手的扶著前面 折扶著前面 向前 就是把額頭向前推 然後把手承托著 也會在側邊 將手掌放在額頭的側邊 這樣和它鬥力 這個作用是將你的頸部的肌肉 前面、後面、左邊、右邊 都可以做得到 其實這些是腰酸的做法 就是很多這種運動 大家有機會都能看到 當然 我曾經也說 有時候可能對鞋的問題 尤其是女士做很多高搶鞋 這個很明顯 會很容易導致肩酸的痛 也有些人 因為眼睛老化了之後 看東西就要伸得很不正常的姿勢 也要留意到 我們那張椅子桌 和椅子高低的位置 也會導致肩膊 是以上的負擔起來 大家要多方面考慮 袁醫生 除了做你剛才教的那些 很簡單的運動 去預防肩頸痛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方法 或者工具可以幫助到 其實我們在中醫方面 我們也有很多配方 如果你的問題是 在右肩酸方面特別多 我們知道 右肩酸 很多時候是跟肝方面有關係的 我們當時會考慮 有什麼可以輔助肝臟呢 有什麼強肝的草藥方呢 我們在中醫有一個叫做茶壺湯 大茶壺湯 小茶壺湯 這些這樣的工具 通常如果是發現 右邊肩酸痛 加上肋骨下面有些痕痛 我們中醫方面叫做 胸脅腐滿 這種專用的名詞 是胸脅腐滿 就是胸脅腐滿的感覺 加上右肩的痕痛 我就用茶壺湯做 當然也要看體格 有沒有便秘 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我就會用茶壺湯 茶壺湯有大茶壺小茶壺 身體弱的比較弱的 我就用茶壺桂枝湯 其實有一點要分辨一下 辨證一下 如果你發現 痛的肩膀是傾向左邊 大家都知道 左邊肩痛、麻痺 大家會即時想起什麼 心臟病 中醫也有這方面獨特的藥 當然中醫沒有什麼叫做 動物眼化的概念 當然今時今日的中醫 都會有學這個概念 但是早期中醫 血液循環不良的症狀 中醫那裡叫做瘀血 瘀血 就是停滯那方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發現 它是一種左邊的 我就會考慮 與它瘀血症 心臟方面 我就會考慮用什麼 就叫做 陶客成器湯 如果基本上 身體很充沛 肌肉發達 很強健的人 我就會用陶客成器湯 好了 也有其他的因素 譬如有些 按一下肚腩 左邊按下去 有一點點煙痛 如果這種情況出現 我們會考慮 貴之伏寧院 貴之伏寧院 尤其是有些女性 有些月經異常 發現肚腩 左右側下方 有些硬化症狀 很多時候 就會考慮用貴之伏寧院 也有些人是整體性的 當然是煩惱 雙肩有冤痛 兩邊都痛 我們就會用一些 中藥 例如高麗人參 這方面都是一種 可以常用得著的工具 也有些人是 頸痛 以及頸的背部上方都痛 我們會考慮用割筋湯 大家知道割筋湯 是在中醫裡面 一種代表感冒的症狀 但是我也知道 感冒裡面 很多是頸部的背部痛 我們叫做 汗背僵直 這是中醫的名詞 遇到這個 汗背僵直 以及人 不容易出汗的人 我們就會用割筋湯 中醫有中醫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還有一個更簡單的中藥方法 醫生 如果那個人同時有高血壓 有什麼中藥可以處理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肩膀痛 又頭痛 一量一量的血壓 非常之高 有什麼中藥方法可以幫助 有一個叫做歐藤散 歐藤散 但其實是可以對這個 降血壓非常之有效 當然 這個最好 也要找一個 註冊的合規格的醫生 中醫 幫你跟進 也有時候 有其他的 比如那個 那個福寧 那個桂枝福寧丸 還有那個三黃瀉心湯 這個都有幫助 這些都是一種 就是跟那個血壓有關的 這方面的問題 還有一個 都用了很久的股方 我們叫做白步散 白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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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那個效果快到 你走一百步就搞定了 那麼厲害 這個也可以大家可以考慮 但當然了 中藥的方法 都需要一個合資格的中醫 幫大家去配方 那現在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繼續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EALING.COM.HK 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袁醫生 我知道50肩這個問題 不僅是肌肉崩僅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人會晚上痛到睡不到 那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困擾得很多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那些人睡得睡不到 你知道的說明是很重要的 睡不到 人的康復能力會大大削減 那其實50肩通常有可能的問題 是禁言 天頭痛 不斷地按摩 熱一下呼 就是有些什麼可以做 但是那時下午睡的時候 會怎樣算好呢 只是痛 如果晚上繼續按摩 肯定不能睡到 所以很多時候 所謂五十肩的問題 就會有晚上一刻痛醒的問題 通常我們發現 如果你能夠盡量把手臂離開的身體 來到睡覺 你就會減低這個痛的機會 其實就是傻伸展的根基 那你怎樣可以做呢? 穩一點就站住 抱著枕頭在架底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教一些人 在睡覺的時候 拿枕頭放在架底 將肩膀離開 其實這個問題 我記得已經十幾年前 我去紐西蘭參加一個會議 當時我剛有了太空小精靈 電子神經系統協調器 其實大家都介紹過 這是一個蘇聯太空科技 當時我去到紐西蘭一個會議裡 當時大概兩三天 有一天那個會長就跟我說 原來他的肩背痛 肩頸痛和肩周炎痛到很多次 問題就是每晚睡覺都影響到睡得不好 當時那一天我就做他做示範 我就私下間幫他電一電 幫他做那個太空小精靈 幫他來治療肩周炎的問題 本來他做了之後覺得 哇!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做了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他簡直鬆了 他就說這樣 你可不可以晚上再來酒店那裏 你再幫我做一做 因為通常我晚上睡不到的 但是很可惜那一晚 我的朋友帶了我出去去派對 我就沒有機會晚上再幫他回去做 那好了 到第二天 早上就輪到我去講了 就是我講解 介紹我們這個蘇聯太空科技 太空小靈精 那他開場白呢 他就講他的經驗了 那原來他痛了十幾年了 我當時我也不知道他痛了那麼久 到最後是晚上睡覺都很痛醒的 那我那天呢 我就幫他做一次治療 他那一晚就馬上不痛了 那大家都很明顯了 經過這樣的介紹之後呢 那我當時我就跟那些開會的人 就到示範了 那其實很多都是醫生來的 有很多是治療師來的 那當我做了之後呢 那當時起碼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買了這個機 因為效果是很驚人的 是即時的 尤其是這樣的痛症呢 是很快的效果的 那所以呢 我們 就是除了我們 剛才所介紹的很多方法 那其實呢 我們經常用呢 就是用那個蘇聯的太空科技 那叫做太空小寧症 那其實它主要是一個電子神經系統協調器 那為什麼蘇聯發明了這個機器之後呢 它結果 就是當然了 沒有什麼機會想醫治太空人的 因為太空就是蘇聯的瓦解了 那所以很多科學家就流入坊間 就將這些科技傳流去民間 那結果他們竟然發現 其實這個太空小寧症呢 是大部分什麼病都醫治得到的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做到這個效果呢 原來那個電子神經協調器呢 其實它可以調理我們身體的自律神經系統 那大家知道了 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有感覺的神經 有動力的神經 那第三類的神經呢 就叫做自律神經系統 那自律神經系統呢 就有兩部分 一個就是膠感神經 一個就是副膠感神經 膠感神經呢 就負責我們身體緊急的應用啊 加速心臟的跳動啊 加速血液循環啊 就是在我們緊急的環境呢 要是去打鬥 要是去逃跑 那副膠感神經呢 就會幫助我們消化 幫助我們吸收啦 那麼膠感神經 自律神經系統的膠感神經 副膠感神經呢 加起來呢 就是協調我們身體 所有心肝鼻肺腎的問題的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明白這個背後的身體 那個運作呢 探空小靈精 不單止可以跟你 即時處理那個痛症 即時處理那些炎症 但最終呢 是可以幫你調理那個自律神經系統 是 即是說呢 所有身體的心肝皮肺腎的功能呢 都可以用這個 一個簡單的電子儀器呢 就可以處理得到的了 那麼其實這個儀器呢 我們在我們以前都介紹過的 那麼大家如果有興趣呢 就去找回那幾集呢 去聽一下吧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經常用得著的 一個很簡單的工具來的 好了 那麼大家也都聽過了 有時候呢 我們叫那些五十肩的人呢 通常他僵緊到的 即是硬得很厲害的 那麼我也都見過有一個人呢 他是很多十年前呢 有肩周炎 但是就當時處理得不好啦 或者他沒有去處理啦 那麼結果呢 他的肩膀呢 是硬了的 硬到呢 他連梳頭都梳不到的 就是他只舉不起身 那很慘喔 那麼就是說呢 肩周炎呢 是可以可 就是可以幾嚴重 可以說很嚴重的 是的 如果你處理得不好呢 可能會搞到 整個手臂是僵了 是動不了的 那麼通常呢 我們遇到這些問題呢 我們通常呢 就先呢 就是用運動的方法啦 那麼有一種呢 是叫做爬牆的方法 那麼就是拿手指爬牆 那麼你知道呢 硬的時候呢 你舉不到的嘛 你就用牆的手指來弄 硬硬撐上去啦 是 爬爬爬爬爬爬 爬到痛了 休息一下 拉一下他 跟著又再爬下他 那可能呢 是打側伸手伸到那個牆上 或者向前 手向前 你都爬這樣 那麼其實目的是 呢 就是把你那些 黏黏的筋膜呢 是來撕開他的 喏 仔的一般的西醫處理 那些方法呢 它有幾種做法呢 一种是将病人麻醉 然后将肩周方面撕裂 当然醒了之后会很痛 然后慢慢吃消炎药 慢慢吃主痛药 然后做物理治疗几个月 这是一般西医所做的方法 当然他们会用最典型的消炎药是什么? 雷固醇 他们会打雷固醇 但大家知道雷固醇虽然是一个很强的消炎药 也有机会即时帮你减减痛楚 但肩周炎本身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解决 很多人打针了一段短的时间 然后又复发了 有些人再去打 但你知道 再打两三次 医生不敢再帮你打 知道什么原因吗? 会断开 你的根会脆会断的 所以有些人 有老人家 他那个二头鸡 老鼠仔 突然突然突然 为什么老鼠仔会突然突然 其实原来 他二头鸡的根是断了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以前的肩周炎 打针了 打到脆了就断了 所以用那个 那个 雷固醇的打针 其实都有它的危险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有其他的消炎的方法 那 其实消炎药里面 在自然的消炎药 是最近 其实也有很多 很多炎的历史 有一种酵素 我都知道大家 酵素是一种消炎 帮助消化 那这个酵素 是一种叫做 Cerapectase 其实是蠶宠的酵素 简单 是蠶宠的酵素 那大家知道 蠶宠 它可以用它的消化液 是将残碱 好快地吃掉它 那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它口里面 可以放出一些 很强势的酵素 是将消这些残碱 这些这样的酵素 就即时融化了它 可以这么说 这是一种天然的母 我们叫做 叫做 沙蕾泰母 Cerapectase 沙蕾泰母 是一种沙蕾是熟的菌 里面是附成出来的 是附成出来的 这个很强大的消炎作用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用一种口服的 胶囊装 或者是片剂 通常我们用这个 通常这些酵母 那些帽 就要用一些特别的 那些胶囊 是保护住它 要不然 可能给我们腸里面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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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酸 可能会被它 消化破坏了 那好了 那大量吃这些 这样的 这种新的 那叫蠶蟲酵素 也具有消炎 消肿 和止痛作用 那这个 也是我们经常 是处方 是给病人去用的 那所以呢 一个酵素 一个酵母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那 那 那 除了我们 一般的运动 那大家都听过 有些人用烫痘做运动 是啊 那 其实烫痘是什么意思呢 那 其实目的呢 就是用烫痘 来代替了 雅灵 哦 OK 那如果你的肩周炎硬化了之后呢 那你要将它 用一些力度 重量 将你的肩膊 是尽量来拉松它的 那一种做法呢 就是 个人 在一张饭桌那里 或者写字台 跟着手 就拿着一个 重一点的糖豆 啊 那就来到 左右 前后左右 打圈 哦 那目的呢 是将你的肩周炎 那些硬了的 那些肩周炎 拉松它了 那这个 就是一个 很多人都 用得着的方法 那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 用那个杠杆 叫做Pulley 来拉 拉 拉Pulley 那这个呢 就很多时候呢 在物理治疗呢 他就会用这个方法呢 就帮你 先打了 那个打针 啊 等你或者麻醉了 之后 帮你拉扯了它 跟着呢 你自己呢 就要做几个月 这些这样的物理治疗 那其实这些 家里自己做得 买Pulley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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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在家呢 那 那 一般来说呢 就是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很久的 那 那有些人呢 就是痛了成半年 或者两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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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凍薄 僵硬了 其實一直都好不回來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歡迎回來第三節 願望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堅痛50堅的自然療法 剛才袁醫生提到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處理50堅 可以做運動 用中藥或者一些物理的方法 我知道袁醫生你是四科醫療專業的 治療法、脊骨神經科、表列中醫 和同類療法的專業 你有30年的經驗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說 同類療劑如何醫50堅 在這麼多種工具裡面 同類療法是我的首選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同類療法是一種 我認為是最安全的醫療工具 因為它的藥是經過很多次的稀釋 將本來的物質稀釋到數以億萬分之一 可以這麼說是完全沒有化學成份的藥物 但是它的效果也是非常驚人 在同類療法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經驗 處理肩周炎 50堅這些問題 在我們選擇同類療劑 其實我有幾個考慮點 其中一個就是看看你的問題 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我給我一些例子 如果你的肩周炎是在左邊 我們也有三四十個療劑可以幫助 那麼多 但是當然其中有些是比較主要的 譬如硫磺 硫磺是一個主要的療劑 但是大家如果有機會想過 我們同類療法的課程 相信對硫磺一定是很認識的 因為硫磺是其中一種 我們可以說是在Level 1已經教的 因為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很常用得著的一個大的療劑 那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會考慮用硫磺呢 第一我們就說 如果肩周炎是傾向於左邊 那麼大家知道 硫磺的那種人是怎麼樣的 會髒髒的 臉很容易紅的 有時候他的眼圈也會紅 鼻圈也會紅 口圈也會紅 大家可以看到 硫磺是一種不羞蝙蝠的人 這個人也很怕眼熱 他身上有一點髒髒 不羞蝙蝠 不羞蝙蝠的人 不太整齊的人 那麼硫磺營的人也喜歡吃熱 甜的東西多些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就看到 硫磺營的人的病因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他扭傷了 或者是舉高去拿東西 很多時候肩周炎是這樣開始的 我走到上面去搬東西 或者想去拿東西 或者去拔窗門 自從搞一搞之後 跟著就肩周炎出現了 如果我們能夠動縮到這個資料 他是因為過爐用力來整傷了 我們如果是左邊 也是那種很怕熱的硫磺營的人 我們就會考慮用硫磺這個藥 左邊還有什麼大療劑呢 還有一種我們又叫做Lidham Lidham Palastrum 我們中文叫做迷蝶香 英文一般叫做White Rosemary 其實是迷蝶香 迷蝶香主要的陣形 我常常講的陣形 因為主要的陣形就是 迷蝶香的藥 那個病徵是冷是會舒服的 他覺得 我曾經也說 有時候急症 我通常用冷去敷 但是到三、四天之後 如果都沒有好得完 就不要強行去冷敷 要開始轉動熱了 但是迷蝶香這個療劑那些人 其實是喜歡用冬膚的 如果他經常告訴你 我冬膚會令我舒服一點的話 你記住 迷蝶香是一個可以試用的療劑 當然為何會導致迷蝶香這個療劑的應用呢 亦都是因為受傷 扭傷了 或者過度用力 大家都知道了 那個五十肩、肩周圓 很多時候的成因都是這個原因 如果遇到左邊的 覺得又是整傷了自己身體的 以及是動腹會舒服的 我們就會用那個迷蝶香 Lidham Palace 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療劑 都是處理左肩膀的 這個療劑的英文 學名叫做Kalmia Kalmia Lactifolia L-A-T-I-F-O-L-I-A 英文叫做Mountain Laurel 中文叫山月桂 即是高山的山 月亮的月 桂花的桂 山月桂 Kalmia Lactifolia 我們在什麼情況之後 可以考慮用這個療劑呢 原來這個療劑通常 是對一些風濕痛 神經痛很有幫助的 通常它影響的部分 比如一個手臂 那個地方 它影響的範圍很多 比較大一點的 還有它這種神經痛 有一種射痛 還有向下射痛 加上麻痺 針感 震震 還有一種很虛弱癱瘓 這種感覺 那 這一類這樣的 很多時候 譬如在左邊出現 還有那些人的痛 那種痛 就會去得很快 有一種射痛 去得很快 還有如果在左邊 下手臂 有一條神經 我叫做Alnernerve 這個神經就會分佈到 第三、第四隻手指 跟著第三、第四隻手指 有些麻痹的感覺 還有三頭肌 特別有風濕問題 大部分人 一遇到這個症狀 它會想到什麼 心臟有事 沒錯 有些人說 我會不會心臟病發 尤其是左臂 這些 可以這樣說 這個療劑 無論是否真的有心臟病 或者不是真的有心臟病 這種肩周炎的左肩 Kelmia 是生月桂 可以應用在這種症狀之下 左邊肩膊 肩周炎的問題 還有一個療劑 我都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療劑 對療法來說 如果你用得適當 是很快的 本來可能要痛你幾個月 一兩年的問題 可能幾天 就很快就完成了 這個療劑的名字 我們就叫做 Ferum Metallicum 拉丁文 Ferum 即是說鐵 其實是鐵的金屬 Ferum Metallicum 是鐵的元素 什麼情況之後 可以想到用這個療劑 當然鐵這個療劑 是適用於肩膊的風濕 尤其是左邊的三頭肌 那個Delta的肌肉 那種痛 有種種撕裂的痛 尤其是晚上 尤其是 令到它摘起床 是睡不到下去的 但是它起床之後 動動一下 又會幫助一些 這種肩周炎 很明顯 它不可以遞高雙手 因為一遞高 那三頭肌是特別痛的 那它也有一種衝動 有一種不能夠控制的需要 是將手扭一下它 彎一下它 那大家知道鐵 很多事情是貧血 都是鐵質不足的一種貧血 那這種人仍然有機會 有這種傾向的 那這個鐵是其中一個療劑 那我曾經所介紹 那幾個都是左邊的肩周炎 那如果堅周炎發在右邊 那其實我們的療劑 也都會有不同的療劑去應用 那其中一種是最常用的 右邊的療劑 那就是 Chalad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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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右邊 記得我曾經和大家分享 很多時候肩周炎在右邊 我們會考慮什麼呢 Chalad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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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主要治療 肝膽問題的療劑 那如果這個病者 她本身知道自己 是經常有肝膽的問題 有時候是右肩甲骨下面 有一點的位置是特別冤痛的 這個就是重心來的 那當然呢 肝膽的症狀就是口苦 那個眼就容易累 眼白比較大黃 喜歡喝暖的飲品 那通常很多時候 就晚上早上起床 就當然覺得好像還要奶床 這種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呢 這個症形是Chaladonium 除了Chaladonium之後 還有好幾個療劑 其中一個呢 我們叫做 Sanquinarius Sanquinarius 先跟大家串一串 好了 S-A-N-G-I-N-A-R-I-A Sanquinaria S-A-N-G-U-I-N-A-R-I-A Canadensis C-A-N-A-D-E-N-S-I-S 那英文叫做Blood root 我們叫做血根草 那血根草呢 是很多時候呢 是處理一些所謂 右邊的症狀的問題 那包括右邊的肩周炎 這種這樣的症狀 那當然呢 Sanquinarius 有時候有些人呢 是會有帶有頭痛 尤其是呢 是那個右邊的那類的頭痛 那加上呢 如果是右邊的肩周炎 那這個呢 就是Sanquinarius 是那個血根草呢 是非常之用得著的好的療劑 那除了這幾個療劑之後呢 還有一個叫做Phytolecker Phytolecker呢 很多時候呢 是治療一些肩頸很緊 是 跟著呢 加上呢 他覺得呢 他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頸部呢 很多的琳巴呢 這樣種了出來的 長了出來的 那這個Phytolecker呢 我中文叫做羊雙綠 就是海羊的羊 雙人的雙 綠地的綠 那英文叫Phytolecker P-H-Y-T-O-L-A-C-C-A-D-E-C-A-N-D-R-A 那英文叫做Poke Roots OK 那其實呢 和療法的療劑呢 在處理那個五十經周圓呢 都有成過百幾種的 那當然呢 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有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呢 都應該是找一個 一些方面的專家呢 幫你去配搭一個 準確的療劑呢 那你那個很快呢 有機會呢 是將這個問題呢 就是解決了 不用是痛幾然的 因為呢 五十經呢 可以痛都很厲害的 平均呢 都要痛半年到兩年呢 嗯 才有機會呢 自己好了 但是也有些情況呢 是自己不會好的 今天麻煩了 袁醫生 和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有用的資訊 我知道袁醫生 在半年前開始 又教同類療法班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這個網址 3W.AIHN.org 看有關的資料的 如果你們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理一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去袁網台的網址 是www.sourcewadio.com 謝謝袁醫生 好 拜拜 拜拜